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體馬世界的環節 在這個環節內會和大家介紹一些比較新的馬 就著它的身形血統、腳法等等 都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那些馬的前景、質素如何 初出又需不需要大家看看 未講之前記住未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都會看到四星龍珠這個位置 按下去記得開啟鐘仔 有新片馬上可以幫助大家認識多些賽馬 記得下載建制賽馬APP 當然這件事都非常重要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新馬 我們要留意 其中一隻就是智合柏 智合柏屬於初出馬 看見潘頓拿來騎 其實潘頓幫沈集成騎了兩隻新馬 其中一隻就是智合柏 大家可以用紫色記錄它 另一隻在四班千二就是勇霸龍 勇霸龍昨晚大家知道它有鬼上身 但是這隻智合柏何嘗不是 因為其實兩隻可以交換長次報名 大家都是四班馬 這隻看起來路程反而是長一點的 看到它的試襲用四十萬澳洲之成交 提速又不算快 即是怎樣?新型漂亮的 你不相信不要緊的 你可以看看那隻馬 跑下去的試襲是怎樣的 其實那個追細我覺得它相當不錯 腳法都漂亮 身型好之餘 你老實說兩隻看下去 拍完勇霸龍幫尼超星騎這隻也好 又或者最後拍這兩隻新馬 雖然不同馬房 潘頓騎 但是之後拍的樣子其實比另外一隻好多 大家初出馬來說不妨留意一下 當然這場一千直路賽 有很多馬都曾經贏過同程 譬如精彩勇士、令裁、龍東傳承 但是一千四班已經算是最容易被新馬贏了 所以潘頓只入八 如果有賠率不妨留意一下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